豆腐快进来 我们要去宠物医院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周日 我今天要带黑豆和豆腐去宠物医院做一个检查 因为黑豆的姐姐还是妹妹 上次就是在体检的时候 在做那个血液检测的时候 貌似测出有猫咪白血病病毒 猫白血病 猫白血病是猫常见的非创伤性致死疾病 是由猫白血病病毒和猫肉病毒 引起的恶性肿瘤性传染病 有型特点 本病传染源为病猫 其唾液 分辨 尿 乳汁 鼻腔分泌 五菌含有病毒 通过呼吸道 消化道 传染当健康猫 此外也可通过病猫的胎盘传对胎胎 所以我这次准备带黑豆和豆腐都去做一下这个病毒检测 虽然说上他们学育的时候的血液检测是正常的 但是当时没有做那个特别那个猫白血病病毒的测试 所以这次专门带他们去测一下 希望他们是健健康康的 然后等一下那个检测是血液检测 所以又要抽血 两个小只小只又要经受就是抽血的痛苦 然后又要受一下刺激了 我等下准备带一点那个猫猫条 然后缓解一下他们的紧张情绪 豆腐 你紧张吗 等下又要去给你做检测 又要抽血了 别太忧郁啊 等下我准备带上你们的猫条好不好 豆腐快进来 我们要去乘务医院了 快进来 我带了你们最爱的辣条 等一下到了以后给你们吃好不好 嗯 准备好 我们出发了 两次现在巨重无比 就带上他们我都要喘风了 你们两个不要怕 我们很快就到了啊 不要害怕哦 不要害怕哦 给你们看现在有太阳雨 就是边下雨 然后太阳又很大 不要紧张啊 我们来到这个诊所了 我们每次都来这个诊所 然后现在 因为疫情原因不能直接进去 所以是要等医生喊我们进去 你们两只好乖啊 等着 等着 有时就有胸子吗 是她仍然健康吗 还是有胸子吗 他们两个健康 而且他们饿了很多 哎呦 你很胸 他现在很重 是的 走 6、2、7 然后稍后你会摆血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不是 你 ORMEN 他都很適合 但这问题 下雨 对 他们死于五岁 在不知道 让你再看 你是正死 不要害怕 他们的 多么 你 我看她有点脆 我看她会有点脆 是很好的 那种可能会有点脆 因为我怕她会重新打扰 我看她有点脆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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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这是很小的 你不要太害怕 你不要太害怕 不要太害怕 他很不错 哇,他很不错 很不错 他很不错 好,完成了 你最棒 你很不错 你很不错 好,我会拒绝 好,可以 有点 你会拒绝吗 一会儿 你会拒绝吗 你不会等什么 你会拒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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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你走 都很厭 那這就是我們 貓包了 我告訴你 我要吃 你不要吃太便宜了 對 我要吃 對 我要吃 對 我要吃 對 我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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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害怕 我的天啊 我 我立刻衝進來了 她的哈糖 對 對 她是Batman 我請求她 你不可以 小豆腐很害怕 所以我在這邊 給她吃 吃點 他們最喜歡的零食 他們不要那麼害怕 好 好 很麻煩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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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邊還有一些尋狗騎士 尋狗騎士 尋狗騎士 結果是 貓咪的兩個 這兩個病毒錯的都是陰性 非常好 這是 豆腐 英文名Tuffy 也是都是陰性 太好了 總算 舒了一口氣 這兩個 包括 這個 consultation 就是這個 看診費 加檢測費 一共花了 257新幣 1250人民幣左右 然後這兩個檢測是 每個都是99新幣 就大概500人民幣 然後他們的問診費是大概150左右人民幣 一直在誇你們兩隻 真乖 你們兩個真乖 真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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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也很乖 黑豆也很乖 等會就回家了 這可愛的小野貓 我們落下的小野貓 Hello 讓他餵一下 小豆腐你今天好乖 這是抽血的地方是不是 真可憐 我等下給你取下來好不好 再等一等 讓他把血洗掉 我就幫你取下來好不好 小黑豆今天也很乖 醫生一直在誇你 小爪爪也貼上了粉色的豹紋 真乖 粉色的豹紋 美不美 晚點給你取下來好不好 先讓他傷口愈合一下 豆腐你太聰明了吧 你自己把它給弄掉了 好不好 你點點吧 應該只是個小的 抽血的傷口 現在應該已經差不多愈合了 結婚了 你怎麼這麼聰明 黑豆和豆腐這次的貓白血病病毒 測試是陰性的 但是醫生也有講說 有可能他們的病毒是被暫時抑制 就被他們身體的免疫系統暫時抑制 也還是有可能是病毒攜帶者 但是就是以目前的抗體檢測來說是陰性的 然後如果我們實在不放心的話 可能還是得帶他們去做一次PCR檢測 應該就是那種基因檢測了 但是我們要等就是黑豆的姐姐的複查結果 看黑豆的姐姐到底是不是會確診 其實呢就是這個貓白血病病毒 它其實對貓咪來說是一個不治之症 就是你一旦得了這個病 其實沒有任何的藥物可以治療 但是也醫生也有告訴我說 就是貓咪的免疫系統其實非常強大的 如果他不幸染上這個病毒 我們還是要給他創造一個非常舒服 非常開心的環境 讓他們沒有壓力 這樣的話他們自己都過得開心 然後他們整個生活環境很舒適的話 他們身體的免疫系統其實會一直持續壓抑這個病毒的 然後可以使他那個病毒的就是惡化 或者病毒的病程的發展變緩 可以稍微延長他們的生命 今天的vlog到這裡就結束了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頻道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